一把学生活动中心无名火 意外烧出震惊的台大生盗墓事件 消防大队在现场找到了 疑似纵火燃料的铁桶带回鉴定 今天上午台大消防人员发现 有学生由火场中带着黑色缩胶袋走出来 留置盘问时竟然发现 里面是一堆人骨 结果除了找到一顶消防头盔之外 更患然发现一堆 包括头颅 腿骨 肋骨等人类的骨头 当下交给在场的警方处理 想说这个人会不会是纵火犯 就上去盘问他 就这个人叫柯人间 一打开他的袋子以后 居然是死人骨头 他吓坏了 本来以为只是单纯 可能是纵火案 或是单纯失火 就没想到居然还牵涉到命案 这还得了啊 警方将课同学带回警局问讯 袋子里的尸骨 竟然还能拼凑出一具完整的人骨 这一问才知道 哪是什么命案啊 而是台大学生跑去盗墓 台大哲学系学生客人间 在警方侦讯中表示 他和七八名同学 昨天凌晨为了体验恐怖气氛 到天母的乱战钢夜游 本来是夜游啦 然后就这样 逛一逛的时候就发现到一个地方 然后 又想到说 要做一个艺术品 艺术作品 然后 就把他带回家 做一个有关于 恐怖剧场的一种艺术作品 阿斌妹妹说 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 晚上七点半 台湾打搜索频道 不见不散 阿斌妹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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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斌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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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